大家早安 这几天台湾还是处在于一个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不过因为是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有些震雨 西半部则是比较炎热 中午过后有明显的午后雷震雨现象 我们预计未来一整个礼拜 可能都还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不过以水气上来说 礼拜六、礼拜天水气稍微少一点 但下礼拜之后呢 水气又逐渐的增加了 那在远洋的部分的话 其实开始有一些热带扰动 或热带云促开始发展起来 我们不排除在下个礼拜 可能会有热带新地震或台风在远洋行程 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面来看到 台湾附近的天气状况 可以看到以云量上来说的话 其实台湾附近云量上并不算太多 但是在南海 以至于到日本南方海面 其实有相当多的热带云促正在发展当中 其中一个是在南海的热带云促 在这边发展 另外一个是在台湾的东南方 大概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目前也有一个热带云促正在发展当中 而且我们预计在周末 可能有可能会变成热带新地震 甚至下礼拜 我们不排除会变成台风 而至于远洋上 开始有热带云促发展的原因 其实和大环境的变化 有相当的关系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云图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海平面气压跟流场的分析图 我们可以看到图上面 绿色跟黄色的区域其实就是代表高气压笼罩的位置 而至于在蓝色 紫色的区域就是气压比较低 相对是低气压笼罩的位置 环境上在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这个黄色也就是太平洋高压笼罩的位置 其实是比较偏向在台湾上空的 因此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初期 天气上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可是从这个周末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 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势力 从台湾逐渐的往日本跟韩国方向调整 相对在高压的南侧 也就是台湾附近 让出了一个相对低压的空间 那因为这整个大环境 开始转向是一个比较大的低压带 也就是所谓的季风潮 所以这当中就开始 有些热带的云促发展起来 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从下周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 或者是台风的状况 那就目前的云图资料上面显示 在这个大低压带当中的话 其实又以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 这个热带云图目前发展的状况 有稍微好一些些 而根据未来的资料上来看呢 它很有可能在周末会先变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下周有可能会变成台风 路径上呢 这个低气压的路径其实还不太明朗 就目前的资料上显示 大概周末一直到下个礼拜的初期 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是低气压 它会逐渐的往琉球海域靠近 刚开始的路径走向是比较缓慢的 而至于下周的后期 这个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呢 很有可能在路径上面 还是一个比较不明朗的状态 所以在预报上面不确定性还相当的大 所以这之后这个低气压它怎么移动的话 气象局还是会密切关注 那不确定性因素比较高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在大低压代当中除了这个低气压它发展的状况之外 还有其他的低气压也在发展 另外就是这个低气压它发展的时间呢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它后续路径跟强度的变化 不确定性相当的高 所以我们要密切的注意 而至于在最近的天气上来看的话 低气压呢大概是在下周逐渐的发展起来 所以在周末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水气上是比较偏少的 我们从雷达回坡图上可以看到 最近因为都是比较偏东风的天气形态 所以有一些零碎的回坡 顺着东风进入到台湾东半部的陆地 因此在礼拜六礼拜天 以及今天呢都还是可能会有些 在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是降雨的时间不长 雨量预计也比较不会太大 不过要特别留意的是在西半部地区 虽然上午到中午天气晴朗 甚至可能会有点炎热 但是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明显的 午后热对流出现 我们还是不排除当热对流发生 午后呢可能在中南部地区 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甚至好雨的状况 尤其当中可能会有一些 短延时强降雨的现象 而另外在温度的部分呢 也是在典型夏季天气形态的 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今天我们还是持续了 针对了东半部以及双北 发布高温资讯 提醒在这些县市 可能会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可能 所以最后要提醒大家 未来一周呢 都还是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不过呢在东半部 还是要留意一些间歇性的阵雨 西半部呢中午还是比较炎热一点 那在下午过后要留意 午后雷阵雨发展的现象 而在西北太平洋跟南海呢 未来可能会有台风形成 不过它的路径变数还是相当大 我们会密切的观察